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有消息 确实奇怪 药无音讯 上盟主 柳阳传信 上官秋月有所察觉 暂停行动 大处不来 不行 我要去救他 在饭菜里寻宝 小春花玩得很开心 是 尊主 来千月洞的各派已被击败 大多数人无功而返 但 仍有不少人日夜蹲守在千月洞附近 千月洞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能让各门各派这么虎视眈眈的 恐怕不是小春花 尊主 春花姑娘藏匿于千月洞 引发凤鸣山庄与千月洞直接对立 这似乎 对千月洞不利啊 多嘴 尊主自有安排 出去 我有何安排 说来听听 属下不敢揣测尊主心意 说 传奇谷 凤鸣山庄千月洞 三族鼎立的时间太久了 长生谷拍卖会 百道损失严重 凤鸣山庄和传奇谷却毫发无损 春花姑娘 是一颗引发辩局的好棋子 属下不敢揣测尊主的安排 你这么理解 倒也不是坏事 可小春花不是棋子 她是我妹妹 话说回来 盟主夫人 这么久都没有消息 凤鸣山庄没动静吗 分头找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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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不知道 此地甚是邪门 再找找 小白 清卫洞地形复杂 没有人指引是根本进不去的 我知道你现在心乱如马 可越到这种时候 你越得稳住自己这颗心 切莫乱了阵脚 可是我上次明明是从这里被引进的 怎么这次会完全找不到入口 不如我们回凤鸣山庄等待消息如何 走吧 明天 小春花 小春花一见到我就紧张 这是为何 你不过是自己无聊了 所以才会想起我 也可以这么说 小春花就是我的解药 只要哥哥一见到你 就不用担心你会无聊 自己也不会无聊 来 陪哥哥下棋 我不会下棋 围棋只有黑白之分 规则分明 有什么不会的 小春花看好 这黑棋 就是哥哥 而这白棋 就是小春花 这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好比上官会和骁老梦主 为此二子相生相依 仿佛置身于一场情局之中 黑棋为了和白棋在一起 而绞尽脑汁 自以为困住白棋 一切就万无一失 结果发现 自己跟白棋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黑棋越努力 白棋就越痛苦 黑棋想好该怎么办了吗 哥哥也不知道 哥哥也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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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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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过了 是 春花姑娘早上的米饭里有剧毒 送饭的月仆属下已经带过来了 尊主要如何处置 怎么说啊 属 属下 属下只是从厨房取了饭菜送去春花姑娘那里 属下为时不值 恐怕不是她 那问题处在厨房 明知道出了事 尊主第一个就会查到厨房 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平日里进出厨房的人不多 但也不是没有 所以 你看 咱们的厨房什么人都能进 留着他干什么 杀了 属下明白 小白 春花姑娘 你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小春花 有了相公就忘了哥哥 真是没良心 我才不要跟你在一起呢 等等 金真是废下 一切 有了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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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是 小姐 大漠都死了 不是应该开心吗 我为什么那么难过 春花 你的项目是小白 春花姑娘 你这是 要去哪儿啊 你 你管得着吗 那不如 我带姑娘去见尊主 没必要吧 而且她很忙的 那就请吧 多谢啊 你 跑吧 你跑得越远 上官秋月的心 就越乱 不过来 春花姑娘 你是 凌羊 是小白叫你来的 可小白说 暗号是没白起 这怎么是没黑起啊 春花姑娘 得罪了 用笛子传递消息 真高明啊 我若是现在问你同伙在哪 你肯定不会说出来 该怎么处置她呢 小春花 我妹妹是好人不杀人 凌羊挂脚 无迹可寻 他们不可能没在我千月洞安排奸细 我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 藏得真好 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 小春花 那小白是想杀你 而哥哥是救了你 所以你故意换掉我中午的饭菜 不然你就被毒死了 要么饭菜堵死我 要么派人来杀我 小白 你就这么想让我死 所以啊 小春花应该跟哥哥在千月洞 你也没比他好到哪儿去 不行 我得回凤梅山庄 我必须要去问个清楚去 慢着 你看 我这千月洞倒是因为你 招来不少贵客 你就这么在意长生光 我要去问个清楚 小春花当然可以誓死如归 但哥哥不能做事不理 尊主 小春花安顿好了 已经睡着了 去拿一根冰残丝来 是 妹妹啊 哥哥既要给你自由 也要保你无虞 沙盟主 你找我 爹 宁儿 这个玉佩 你可曾见过 少盟主 这玉佩怎么会在你手上 难道 是林阳来了凤鸣山庄 果然 林阳的确来了凤鸣山庄 只不过 她已经死了 难怪 最后的笛声 那么奇怪 看来是千月洞 发现了林阳的身份 并用这种方式 羞辱凤鸣山庄 既然林阳的身份已经暴露 上官邱月 一定不会放过春花姑娘 等等 大家不觉得事情蹊跷吗 在我看来 倘若上官邱月真的要春花姑娘的性命 那昨晚的尸首 就不止林阳一个人了 上官邱月恐怕会 先折磨羞辱春花 是她从少盟主的婚礼上接走的 或许 这两个人 或许 她只是威逼力又罢了 林阳训练有素 在千月洞潜伏多年 此次营救 虽非万无一失 但林阳断然不敢在救出春花姑娘之前暴露自己 除非 是春花姑娘 有意让其暴露 先找到她 我要轻而听她告诉我 我才相信那是真相 看来是老服多嘴了 我只希望少盟主 切勿一夜障目 中了上官邱月的圈套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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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春花姑娘醒了 吃点东西 上官秋叶呢 她这是要干什么呀 尊主给姑娘 安全范围内的自由 自由 这冰蚕丝 可以确保你在千月洞内安全无余 不会被外人劫走 春花姑娘 好自为之 自由 上官秋叶 你真是实心封了 把人拴在身边 只能顺着你的旨意行事 也叫自由 123 164 174 20 天马行空 你傻呀 这找一个东西大家都没见过的 冒充成生活不就好了 敢爱 敢恨 相公 共感舍弃 我愿意放弃永生 你到底是经历过哪一点 才敢对我这个龙中之鸟 宣称自由 真以为我跑不掉了吗 小春花不要不乖 乖 乖 你是想让所有人都跟你的提线木偶一样听话吗 不要动气 疗伤要紧 这千月洞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 岂不是比我小的时候要好太多 又要开始讲故事了吗 我小的时候被人关进一个冷冰冰的地方 那里只有我一个人 好在那人临走前传了我一套心法口诀 我就每天念给自己听 要不然连怎么说话都不会 你也有这么可怜的时候啊 长大之后出来才发现 这世界很大 人也很多 可人多又有什么用啊 大家不都还是怕你 倘若我像你一样做个好人 他们就都会杀我 那还不是因为你只知道杀人 我比你明白什么是危险 什么是安全 小春花放心 哥哥是不会害你的 可我不是华小蕾 我也不是千月洞的人 你三番五次地利用我 现在又囚禁我 给我安全 你说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那你想怎样 我要去找小白 你就真的觉得那萧白比我安全 上官秋月还送来了这个 假长生果 她对这个没有兴趣 难道 春花姑娘告诉她 长生果作伪之事 春花姑娘身处险境 做出这种选择 也能理解 不对 我觉得长生果一事 或许千月洞比我们谁都明白 长生果的消息放出 引发医生之死 拍卖会上武林同道死伤极为惨重 传奇谷也未能幸免 本想借婚礼之名销毁长生果 可偏偏这个时候 上官秋月劫走了春花姑娘 所有的事端 唯独千月洞明哲保身 置之事外 上官秋月真是狡猾 此次千月洞和凤鸣山庄产生对立 去世为何 那就恐怕是情难至今了 要尽快找到春花姑娘 查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哥哥跟你说 让别人看见千月洞洞主给我梳头发 他会被人笑话的 谁敢笑话我就杀了他 那你为何不杀了我 难道 我身上还有什么 值得你利用的地方吗